给你讲一个故事啊 某爆款马表啊 它不得不用别人家的超薄计时机心 来做它的马表款 如果女生想要一款特别有女人味的表 怎么办呢 万表流行力 天书接地气 这里是伯爵啊 在这伯爵的话 有些话题我们可以在这里讨论一下 比如说万表的设计啊 万表的流行趋势里边 关于男表 关于女表啊 甚至女表的设计的一些问题啊 关于一些世界纪录的数据的一些探讨 我们都可以用伯爵的案例来讨论 走 唯一问题啊 这两款表哪个更能代表伯爵 这个 这个 其实都对啊 那咱们就先从这款表说起吧 熟悉伯爵的朋友都应该知道啊 这是伯爵的AEOC啊 Ultiplano Ultimate Concept 这concept的这个词很重要啊 两毫米啊 今天的新款它居然有了一个固定的颜色 叫午夜幽兰 它的材质方面呢 有人担心会不会绝碎啊 但是我告诉你啊 孤河GNA 孤河G是做钻头的 它很重要的特点是什么呢 它是世界纪录级的厚度 当然有人会说了 就其他的竞品是不是也有比他薄的 没错 但是论基因 论传承来说的 伯爵从1957年就开始了 这个超薄机芯之旅啊 最后这个英雄之旅走到了AEOC的话 说实话啊 不能再薄了 另外说一下啊 如果你想终结午夜幽兰这个款式 最好的方式就是把它定掉 AEOC定制是有无限种可能啊 就算是你表壳是午夜幽兰的 你可以要求这个表带是其他颜色啊 或者某个加板 某个位置 换成你喜欢的颜色 这款表呢 是伯爵的POLO万年利啊 每个高端品牌都有自己一个标志性的豪华运动表 在伯爵 它的豪华运动表就是POLO 马球的意思 马球有多奢华 你知道吗 一场比赛 一个运动员可能要换疾痞战马 才能完成一场比赛 关键词就是奢华啊 所以呢 POLO呢 完全继承的是这种奢华运动的基因 其他品牌的爆款 大多是以咸窗啊 水上运动啊 为主题的啊 作为豪华运动款 大三针已经出现过了 然后呢 还有款马表 这个马表也非常值得一说 但是呢 我觉得更有说服力的 更有张力的 应该是这款 加了万年利机型的POLO 万年利是属于在高级制表行业里边 制表是津津乐道的一个复杂功能 对藏家也一样啊 制表是津津乐道 藏家当然买账了 但是大家都知道 这个钟表的复杂功能 它越复杂 它对空间的要求就越高 所以呢 这里边问题就来了 你发现没有 很多其他爆款 也就是说他们的豪华运动表啊 他们在复杂功能上 他们很少做到 万年利这个复杂程度 给你讲一个故事啊 某爆款马表啊 出现过这种情况 它不得不用别人家的超薄即时机芯 来做它的马表款 因为它自己的马表机芯 或者是流行的第三方品牌 买来的马表机芯 是装不进去 它自己现有的表壳的 这就说明问题了 但是在伯爵POLO上呢 万年利人家装进去了 马表更不带话下 这是为什么 我觉得一方面是因为表壳设计很到位啊 在确保厚度情况下呢 外园内方的这个布局啊 特别适合能容纳比较沾地方的机芯 也有一个大家很通俗欲懂的一个做法 就是微型摆脱 微型摆脱相当于传统摆脱来说 它更有利于控制机芯的厚度 你看这款就是微型摆脱的 再一个呢 刚才说了半天了 伯爵是在超薄机芯方面 是有的优秀基因的 所以呢 它如果想把什么机芯装在POLO里 那都不是问题 我们讲那么多厚度 讲那么多机芯 不要忽略了另外一点啊 哪怕是贵金属款 它的外观的做工也很讲究的 复合打磨啊 如果你仔细看的话都能看出来 哪里是抛光的 哪里是拉丝的 看看我们的节目的朋友应该还记得啊 我们以前讲POLO的一款钢表的时候 讲过它的外观打磨 伯爵的标志性的外观打磨 它是让伯爵本身仿帽免疫 因为它有专利的打磨 别人是仿不来的 我们说伯爵啊 不光有卓越的机芯啊 超薄的设计 还有精湛的金弓 还有璀璨的色彩 今天呢 我们就拿一款表来说一说这个设计和金弓啊 对珠宝表 对豪华的高级珠宝表 有一些非议的朋友呢 我建议你先别走开 我们讲完这款表以后呢 咱们再探讨一下 你们关心的这个问题啊 我们一直在问自己 在当下 中表的性别属性越来越弱化了 品牌也好 我们在市场消费也好 我们不那么强调这款表 到底是男表是女表啊 这种大趋势下呢 其实很多男生 尤其是小手玩的男生 可以买到了特别合适的这个腕表 但女生呢 如果女生想要一款特别有女人味的表 怎么办呢 这就对腕表的设置是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啊 如何设计出一款有女人味的表 我们说女人味的时候 我们指的是什么 柔美的曲线 在腕表上怎么体现呢 是不是说拿一个小号的男表就可以设计成有女人味的腕表呢 这未必了 这个伯爵这个是一个很好的案例啊 等一下先介绍这个名的 这个名叫伯爵的Lamulite Gala Gala嘛就是盛装场合 你可以想象这个表是在什么场合下佩戴的 我个人认为呢是在设计上是可圈可点的 我们甚至可以给它抽离出一些规律 比如说在这个表格设计上它是一个非对称的表 如果我们用理性分析一下会发现呢 它实际上就是由两个元素组成啊 就是由圆圈加上它的切线延长线 由这个两个元素就组成了Gala的S型的表格非对称表 我们之所以能够提炼出这么简单的元素 也说明它设计的高妙之处 因为我们的人类的大脑特别喜欢 能吸收简单的东西 欣赏起来比较愉悦不费脑的 这就是它设计成功的秘诀 而这种设计呢在伯爵的话 那都是分分钟的事情了 如果你看看伯爵的其他作品都是一样 我刚刚发现一问题 就是你没发现吗 这个Lamulite Gala这个造型 是不是也可以理解为 有两个6或者两个9组成的 或者一个6一个9组成的呢 我们中国人特别注重寓意 你看6代表什么 9代表什么 这玩意还真是挺深奥的 Lamulite Gala 但你看它渐变的 用宝石组成的一种渐变的色泽 都是属于这伯爵的璀璨色彩的解决方案之一 另外这两个表的区别是什么呢 一个是机械机心的 一个是石英机心的 这你看后背就能看出来 这个我就不试带了 顺便说一下这个表的做工 表面的这个叫皇室工艺 原文叫Decopalus 宫廷的装饰 用手工占金的工艺 把一个看似冷冰冰的金属链条 打造成丝缎般的柔美的感觉 这个是欧洲 日内瓦 巴黎的这些高级珠宝工艺 最擅长的工艺之一 金工工艺 璀璨璨璨 我再探讨一下珠宝表提出的一些意义啊 这么璀璨的色彩 这么奢华的配置啊 有什么意义呢 的确如果仅仅作为即食工具的话 它也可能是过于奢华了 但是你想过没有 为了庆祝一个事业的成功 为了领奖 跟大家一起分享成功的喜悦 在那个场合 他们是不是需要一个 很卓越的一个东西 来陪伴着自己呢 怎么样 关于伯爵的讨论 其实你想什么我也知道 时间太紧 只能匆匆而过 不过对哪个话题 哪个观点 如果你想继续讨论的话 来呀 评论区留言都可以啊 弹幕没问题 钟表与奇迹上海表展 我们拍了很多东西啊 欢迎你看看我们其他的节目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